功能强大的聊天 机器人ChatGPT面试之后 在全球掀起恐慌 担心有朝一日 人类终将被机器人取代 开发ChatGPT的OpenAI公司 首席执行员奥尔特曼坦言 自己也担心有一天 人工智能科技会酿成大错 因此就建立美国政府 设立机构来监管AI领域 包括颁发和取消 人工智能公司的许可证 我最强烈的恐慌是 我们的技术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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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性伤害到世界上 我认为这可能会发生 很多不同的方式 这是为什么我们开始了这个社会 这是一个大部分的为什么我来到今天 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在前面 我们能够花时间和你 我认为如果这些技术 会出现不错 它可以出现不错 我们想要调调 我们想要与政府 去防止这些事 但我们尝试非常清楚 在下方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去防止这些事 阿尔特曼星期二出席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 跟议员还有学者 谈论Chain GPT的潜力和陷阱 他表示 人工智能的潜力 可能和印刷技术一样巨大 但他承认人工智能存在风险 例如将来可能取代一些工作岗位 导致某些领域裁员 进而影响世界经济 另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AI机器人可能在选举期间 被利用来发送有针对性的错误信息 导致国家民主开导车 出席听证会的两党参议员 都支持成立新机构 来监管AI聊天机器人 希望取回人类未来的主导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